這樣子清泉鋼這樣子的科技園區開發 他勢必會造成附近的污染 勢必造成附近污染 剛才講過非常多 我更要提一下 這個清泉鋼的工業區 他是在一個台地上 他的山下就是清水地區自來水的水源地 而且大家不要再忘記囉 他的出海口就是不只台中人引以為傲 是全台灣人都引以為傲的高美實地 所以你看一個工業區 既沒有需求更沒有必要性 請問一下盧壽彥 盧市長 為何質疑要幫嚴家開發這樣子的計畫 所以我覺得第一點 這個其實就很受到質疑 我們繼續接下來看 這個嚴寬恆從他要參選至今 從豪華的自助餐宴到一零五號碼頭到公 兒童公園變成招待所 我這邊真的要呼籲一下 過去大家在看嚴家 會認為他們就是地方的勢力 我真的要特別強調 從過去我們民進黨非常多的年輕的人才到台中地方來進行 浮選都明明確確非常嚴重受到地方很多勢力的威脅 也聽到非常多地方的俄語 俄語是什麼 過去嚴家大家想像說綁標 這個綁標在嚴家已經是進階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不要覺得好像一個豪華餐宴請你吃大餐 沒有 這個從過去這個紅包的文化 吃大餐的文化 現在進階到邀你入股 成立公司 成立公司之後大家入股 這個公司大家開心 開四年就大家分股份 所以大家看到這麼一連串為什麼嚴家在臺中點石成金 大家不要再認為說那是他家這個身材有道 沒有各位觀眾 這各位所有臺灣的民眾大家要認知到 為什麼嚴家要這麼急急營營 把這麼多的產業 大家想得到的想不到都納在他們嚴家底下 做的就是更細緻 剪掉可能查不到的綁莊的工作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不要再用 這個嚴家人好棒棒 這個他們很會理財 身材有道 沒有他們這樣所作所為 都是在侵蝕民主的基石 他們就是一條龍 吃國家資源 動用國家機器 現在更嚴重 然後操作這個公共跟這個官員們 跟他們的聯手合作勾結 這樣子的劇本 出神入化你剛才講的 出神入化 已經到了這個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地步 到目前為止居然可以一個 清權剛攻軍基地這件事情 我們已經講了這個一個禮拜了 還是民進黨中央執政 國防部部長還可以不站出來講話 這個不只是出神入化 這已經是神鬼交鋒的這個超越版了吧 這個令人不反而易吧 我們希望吳壽炎盧市長 他送這個環評案子 他真的要先出來講 為什麼他要支持這個案子 另外Coco姐我覺得 不要講說這個出神入化 我覺得現在更嚴重的 不只是侵蝕台灣的民主基石 這個嚴家他為什麼 從過去剛才講的兒童公園便招待所 他接下來更多的手腳是深入到 這個台灣的海陸空敏感地區 從105號碼頭到 海港 海港到清權剛居民合用機場 空港 而且這件事情 從剛才的這個歷史的新聞 可以看得出來 是從他爸爸 嚴清標實在就已經先鋪路的 所以是他們二十幾年來這個 父子一家的這個世襲的做法 這個孰可忍孰不可忍 我們要這個 我都替軍人 清權剛空軍基地的 這些F-16V的 這些飛行員覺得不公平了 你們週末下禮拜再不這個 國防部再不表態的話 那個國防部要被丟雞蛋了 那個要 你盧秀燕敢嗎 你這個八個月通過環評 請教 同樣是市議員的業員之 這樣這個 你做過青年局長 然後那個文傑 做臺北市議員 環評是你們市議員最懂的 因為你們一定經常被陳情 經常被這個討論 經常因為外部委員做環評 總是有非常多爭議 三次的環評 八個月不到完成 神速吧 這個速度是非常快的 當然就是說環評 你是其實是可以控制的 你的控制 你的控制就是說在你選環評委員的時候 是台中市政府控制對不對 就是說你但是在在點點哪些人做環評委員的時候就可以看得出來你要或不要這個案子 好那就是等於延親標控制 盧秀燕為什麼要這樣的 沒有肩膀 盧秀燕為什麼要這樣資甘 墮落盧秀燕這樣子 可以繼續連任嗎 還是他們都是一個共犯結構 很多人說你怎麼不知道盧秀燕也有利益呢 盧秀燕在臺中 還有衛爆彈呢 就是社會住宅的用地被他改成是建商的這個豪宅用地 這個案子還不止一個對不對 那請教葉元智 你們有兩大這個諸侯 一個侯友宜在公投案已經快掛掉了 過兩天恐怕要開除黨籍了 然後你們一個盧秀燕被嚴加 光這幾件事情 光是一個拆招待所違建 這個官員就護航 光是這個清泉岡空軍基地 這件事剛才為此講得很好 那個地方有需求嗎 林佳龍把他叫停了 他盧秀燕可以重新來三個開發案 其中一個是量身訂做給嚴加 耶 荷野我也是主張你講的 國防部一定要出來說明 你不要轉一交點 我已經說了 如果說這個是 叫盧秀燕出來這個說明一下 你不要騙我 你講你的 你講你盧秀燕的 沒有這個 荷野剛剛罵梁文傑罵得好 我剛剛有罵梁文傑 我是質疑民進黨政府 因為這個問題就是不要那麼多行政程序 國防部只要講說 那個地方是禁建的區域 直接講的話 那就不能夠申請 所以就是嚴加有什麼陰謀嗎 你說啊 這不能說是嚴加陰謀 因為第一個當然那個環評是比較快 但是他還沒有進入到最後階段 因為他環評為什麼那麼快 我不知道 你怎麼不知道 兩萬一都知道委員是自己選的 你裝傻 你還想選連任市議員 你環評怎麼那麼快過 你都不知道 我對建設比較不熟啦 我們在裡面有很多搞建設的比較熟 我沒有搞我不熟 請繼續鎖定 民視台灣台 拉新聞152